张华县政府为迎接民国101年新春 大年初一在八卦山大佛风景区举办 新春摘天祈福仪式即寇宗祈福及点灯祈福法会 透过摘天祈福仪式敲响幸福钟响 点灯法会以及绚烂动人降龙烟火 祈求新的一年国家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民众能幸福快乐和福平安 在我们江华丽莎新年江华彩宇 鼓励江卩彩宇 我们中国管政府在我们八卦山大佛头前 办理我们新春祈福的活动 包括灾期的新春祈福仪式 和寇宗祈福的活动 暗时有点灯祈福法会 我们今年比较特别 因为配合我们中华 在过年期间办理两行大型的活动 包括是花载彰化的系列活动 1月23号到2月5号 和我们六年台湾灯会在我们中华6天 2月6号到2月19号 所以我们今年新春祈福的活动 来扩大办理 在这里要邀请我们所有的管民 以及我们全国的好朋友 在新年江华彩宇 可以来我们中华八卦山 一友来祈求我们新的一年 大家能够事事如意 幸福平安 在这边代表卓县长 还有县政府 邀请我们好朋友 到我们八卦山来 谢谢 今年为带给民众 焕然一新的感受 除了有早场与晚场的 祈福活动之外 更特别规划了 相当多周边活动 让民众能尽情的 在八卦山晚上整整一天 让2012新的一年 八卦山更加亮眼 彰化线无限耀眼 我们其实在开这里 这个车 我们就先去办一个 这个新春的祈福活动 那再去我们在大博 这里有一个扣钟的仪式 这就要祈福 那所有民众来这里 不但有我们这个 每年准备的这个福袋 而且今年我也准备一些 灯帽要提供给大家 然后刚刚讲的这个扣钟的部分 其实大家都可以来参加 往年来讲呢 我们所有的主管呢 会先做一个扣钟仪式跟祈福 那后面呢 我们也欢迎所有的民众上来 那另外我们也准备一个五鼓 让大家敲 那去年这个五鼓呢 其实是五座鼓啦 其实大家去年 我看我们本来以为没什么人 后来发现这个鼓呢 大家非常高兴 敲得不亦乐乎 大家都在那排队 那今年呢 我们为了营造一个比较好的气温呢 我们从这个八卦山的三角呢 各位可能这两天上来 已经可以看到 我们把所有的张树呢 透过一个灯的布置呢 让它感觉到比较欢清一点 比较不会像以前这样 阿民梦这样 欢迎大家 从现在开始 其实就要 站在我们八卦山再来 观众来欣赏 张华县2012新春祈福活动 邀请全国民众及张华县民们 一起上八卦山 降龙登天 药武影春 祈福新的一年万事如意 好运一整年 公益频道林俊明 张华采访报导 好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